2022年新一项櫻花季开楼仪式 于1月20日在玉山观光茶园 草平陀登场 从111年1月21日起至3月6日 这次活动由竹鲤炮卸开序幕 现场安排Elosar乐团 农华国小太古表演 同龄国小小提琴演奏 及同龄社区肉舞迎春风等演出 还有草平陀茶艺师 与龙武法国小小茶艺师的茶席 由乡长率领各级长官嘉宾及民意代表参与 开幕活动后宴请与会嘉宾享用当地独特风味茶餐 另安排获得烤猪认证至当地主人现场烤全猪 欣赏台湾原生种非寒英美不胜收 为改善美人赏英期间的交通涌塞问题 今年进行机动性交通管控 今年度有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在我们大型车辆的管制 那我们在爱玉溪桥有建置一个大型的游览车 那用接驳的方式将游客来接送到 我们的草平陀观光茶园 那另外小型车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在园区内建置 呈现开花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预计今年的花矿会超越去年 那而且今年的花矿在过年的时候 会呈现一个高峰的一个情形 那整个樱花季我们是预估到二月底才会结束 那我们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不只是来我们草平头赏樱花 我们临近还有一个东南亚最大的一个 枯越树种神木的大张树 那我们还有临近的东浦温泉 还有我们的七材吊桥 那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特有的一个布农文化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在地的客家文化的特色 那我们希望全国各地朋友能够来这里观光之外 也能够采购我们新一乡高优质的夏季蔬果 再次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一乡散花 我们樱花季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欧欧巴结束 那里面有好多品种的樱花 那第一开始就是从圆月中旬开始 就是三樱花红红的那种三樱花 再来就是我背后这个枝垂樱还有合金樱 陆续在开 那在一个礼拜之后就会开这个八重樱 还有合金樱 还有一些桃花礼花都会绽放出来 然后最后到欧月底的时候 还有一批比较特色的有带香气的春寒鹰 它排在最后面 有搭配一些还有一些杏花 我们这边很多元化 希望爱好花的朋友 希望在这个时间欢迎到我们草坪头来 HETV记者许正泽新一采访报导 HETV记者许正泽新一采访报导